今天我會向大家簡報 由我們財富情報及調查科 為針對網上詐騙 及洗黑錢活動的 情報主導拘捕行動 代號信達 在這個情報主導的行動中 我們發現了一個 操控快樂戶口的洗黑錢集團 他們以大量的金錢 去招攬一些低收入人士 開納虛擬銀行戶口 並指示他們 將有關的登入網上銀行戶口資料 交給集團的骨幹成員 然後戶口就用來接受一些 由詐騙案件騙回來的犯罪得益 然後再透過不同的快樂戶口 在短時間之內 用戶口作出多次的轉帳 進行清洗黑錢的活動 經我們調查後發現 這個集團涉嫌在2021年9月至11月期間 利用快樂戶口 清洗超過1000萬港元 來自17宗投資騙案 12宗網上情緣 及1宗網上購物騙案的部分犯罪得益 而這30宗騙案 受害人損失核共超過港幣6500萬港元 而另外 經警方深入調查 發現集團的骨幹成員 及快樂戶口持有人 合共持有38個本地銀行戶口 在2018年8月至2022年1月期間 這38個戶口合共收取不寧來歷的款項 達到港幣9100萬元之多 我們相信這些都是清洗黑錢所得的款項 我們財富情報及調查科 在這個星期五 即是2022年3月25日 展開了一連串的拘捕行動 在港狗多處的地方進行搜查 行動中 我們拘捕了三名集團的骨幹成員 及五名的快樂戶口持有人 並在他們身上及住所 檢獲一些與案有關的銀行卡、信件、手提電話及電子設備 除此之外 警方在搜查骨幹成員的住所時 亦都檢獲25張面值港幣500元的偽鈔 總共價值12500元 亦都另外檢取一套製造偽鈔的工具 包括一部家用的電腦 家用式的噴物打印機 閃粉的顏色筆及顏料 還有戒刀及一些剪裁的箭板及大量的紙張等 我們相信有人偽造偽鈔 並企圖偽造一些防偽特徵 從而掩人耳目在市場上使用 但其實這些偽鈔的質素都是比較低劣 欠缺真鈔的防偽特徵 一般市民都不難察覺得到 被捕人士總共有八個人 包括六男二女 而其中三名是集團的骨幹成員 以及五名的傀女戶口持有人 他們的年齡是介乎29至73歲 包括七名本地人 和一名泰國籍的人士 他們報清無業或清潔工人 客戶服務員、廚師等等 他們的罪名是 串謀處理已知到或相信為代表可從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 俗稱串謀洗黑錢罪 以及製造偽製止弊 部份人士仍被拘留調查 而警方亦正在追查騙款下落 不排除有進一步的拘捕行動 以後 都會在解決專員 全部讓人得落後 以為要打掌控器 可對 要速度 一件天 市場